今日晚饭 这是腌的菜 然后我就喝我这茯苓 酸草汁茶 这边是米粉肉 可香了 再吃点馒头 行了 这个米粉肉是天不耗的 天不耗的米粉肉还真是 好吃就是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蓝蓝 老有人问 蓝蓝你不害怕吗 一个人在这儿 还好啊 因为没有我害怕的机会 比如说到了晚上 我躺在那儿就睡觉了 就睡着了 一沾枕头就着 可是有人就老说 随着年龄的增长 那就是睡眠啊 质量就下降 什么深度睡眠 浅度睡眠 就我带着这个腕表 我每天早上起来 几乎都要查一下 就如果一旦深度睡眠 就是很好 就是你睡眠质量 它会给你打分 很好 好 脚好 基本上都是很好 只要我一睡着了 就马上就一宿 而且夜里面几乎不起 如果老张不在我旁边的话 就是他一打呼噜的话 就睡不好 就不能有人吵 可是对于那些 睡眠质量不好的人呢 就很痛苦 就是有一个方法 我也是跟别人新学到的 大家可以试一下 因为现在呢 人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 尤其那些做主播的 是吧 他白天直播 晚上直播 到了夜里面 可能还在直播 然后再编辑视频 他就很兴奋 所以你看现在竟是自媒体 大人就是有猝死的 这两年 包括年轻的人 还有那些在直播当中 就出了事情的都有 还有呢 比如说年轻人 工作压力大 晚上 是吧 白天完不成的工作 晚上带回家 然后熬夜 干到一两点钟 或者说白天事多 晚上还在想事 或者说呢 你看手机呀 就兴奋呢 是吧 或者是跟人家发微信聊天 聊得很晚啊 或者看电视时间长了 那个被剧情带入 到了夜里面也睡不着 翻来覆去 要不就是说 还有那些喝咖啡的 喝茶的 总而言之吧 睡不着觉啊 就对人的身体伤害 是非常大的 人家说呢 你睡一宿好觉 比你吃一顿 大餐的营养价值都要高 而且呢 长此以往的下去的话 就是对你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 都会带来很大的伤害 那么呢 这个朋友呢 就说 三个字 睡前你只要说三个字 很多人试了 而且很多人都特别灵 什么呢 就是 脚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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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这样 默念 脚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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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睡着了 大家可以试一下 拜拜